嗨,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要跟大家說一個重要的事 剛剛才出了牌位 但是這麼快就已經有兩隻馬就要退出了 各位讀馬的時候 就不要白白浪費了心機 投注的時候更加不要踢錯馬匹 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 就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有片提示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支持繼續 為大家提供馬場實用的資訊 吃一下花生 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第二場 我們偉達的勝出魅力 就退出了 由後備馬的威力爆發 就補上了 第二場 這場泥地五班千八米 這隻威力爆發 本來在今季是賀賢馬房 有一陣子是賀賢 有一陣子是兵變的 一次過有八、九隻馬一起拉倉 這隻爆發系的馬 就拉到高帕鑽 在高帕鑽馬手上 一出的時間 已經可以入到Q了 上場雖然輸了 但是也能跑到第六名 兩次都加過XB1上陣 今天勝出魅力 就退出了 第二場補上來 就是這隻 五號仔的威力爆發 五號仔的威力爆發 這隻馬 泥地這個路程 就未跑過 但是四班 就跑過兩次泥地 1200米 有一場也叫做有些追勢 看看對這個賽事會不會有影響 細心聽聽 第三 第二場 五班千八米 泥地 勝出魅力 退出 由高帕鑽哥哥 威力爆發 就補上 而第八場 那隻神經刀 那隻月跑得 有一次 落七隻馬 一起衝中 就被巴道哥哥說 在泥地今季很差的成績 就是巴道哥哥 那天 巴道就起了 泥地孖寶 這隻月跑得 現在在第八場 就退出了比賽 由後備馬 我們徐宇石馬房 這隻叫做 激賞的補賞 激賞這隻馬 這次補賞 也是掛在頭牌 第八場 三班千二米 激賞 補賞頂了 那隻叫做 月跑得 其實這隻激賞 近這兩場 都是由徒弟仔 王浩南上陣 兩場都是輸三至五個馬位 不等 這次補賞 依然都是王浩南 但當位 明顯比上兩場 好轉了 看看王浩南 剛剛開了齋 看看這隻補賞 的激賞 會不會對賽事的結構 有所影響 推出補賞消息 先和大家交代好先 希望各位都贏到馬 講開又講 講到星期一 今天的星期一有什麼特別 黎曼 星期一排位 馬迷的希望 永遠都是向前看的 跑馬 就是給予人生有個希望 買少許下去 看看跑得如何 但是我們這個星期一 比較特別一些 排位就還排位 各位都很關心我們 鬼鬼祟祟 波見屎 大家看看他的眼 和米奇老鼠的奸角 眼睛的神態差不多 再加上這個人 在陣上 左夾右夾 剛剛 騎七隻馬上陣 騎師王 竟然列了 波見屎 騎七隻馬 就去了其他那一飯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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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他所有賠率 摘下圖 和第二天的賠率 對比一下 差不多全部都移飛 就是只有一隻膽大威猛 由隔夜的九倍幾 到開跑的時候 大約是十倍 第二天的開跑前 十倍 唯獨那隻膽大威猛 沒有移飛 今天那隻膽大威猛 波見屎 那天好像沿途都在搏殺 但是呢 仍然都是 改不了我們波見屎 那個慣性動作 什麼動作 抽鞭 推騎 不是啊 是看著後面有什麼馬 追上來 旁邊有什麼馬 黏上來 黏上來這個字 這文都認為 形容得 挺合拍 挺貼切的 這隻膽大威猛 當日跑著 一個按著前面 慢一點的步速 進到直路都折離所有對手 但是波見屎仍然都要看著後面 究竟黏上來那隻是誰的 波見屎出自我們的森巴王國 是吧 後面唯一一隻可以黏上來的 也是他的同鄉老友記 莫雷拉 波見屎就 贏不了頭馬 就沒得說 但是那條Q有沒有吃到到肚 巴西穿巴西 當然不得而知 今天星期一的賽事 雷文一早都和大家吃了一條花生片 就關乎我們波仔 陣上有時有什麼馬 有什麼跑法 牽涉什麼馬匹 和什麼馬房 經常有什麼馬文化 裡面的關鍵主要人物 牽涉哪幾個 聽開雷文的老朋友的朋友 好像A仔 潘拉芬那些 都知道雷文經常說來說 那幾個 波見屎 莫雷拉 馬雅 蔡若漢 羅富泉 容天鵬 田泰 莫雷拉 那些人 有什麼牽涉在內 美活人生 那當然就是波見屎 容天鵬 莫雷 蔡若漢 那邊的容天鵬 就是行運精選 然後波見屎 魅力漢子 萬步速贏馬 後來又被人問話 羅富泉的合約精神 剛才膽大威晚 又在看來看去 追上來那隻 莫雷拉 那隻 叫做大雄風 再加上 有一次丁冠豪 有一隻叫做 宜春輝王 莫雷拉騎 波見屎 那隻 美麗高飛 轉完彎 就順勢 篩出去 然後看一看 有什麼馬 喘上來 老友 是不是你上了 阿拉叔說 麻煩你了 我有個位 那隻 宜春輝王 就穿上來 就贏了 來來去牽涉 都是那些人 蔡若漢 羅富泉 容天鵬 莫雷拉 波見屎 來來去去 都是那些人 是不是 那麼 雷文 不幸運 記得這麼多 這些東西 這麼多 這些鬼故事 是不是 其實看得多這些 真是眼睛 真是 刪眼挑釁 再加上 讀賽後報告 波見屎 被人問 一大堆 左搭右搭 基本上 看完 都有一些 作嘔的感覺 但是 雷文也要緊守的崗位 無論 我讀賽後報告 要嘔幾多輪 眼睛 閃了幾多 眼挑釁 也好 都要為大家提供 一些實用的 賽馬資訊 至於 雷文說的鬼故 究竟有沒有鬼 雷文 經常跟大家說 馬場 鬼佬多 就沒有鬼 如果可以一口咬定 就全部拉了 再加上我們馬場 裏面的監察小組 監察得好鬼死 密不透風 沿途有九十幾支 攝影著他們怎麼跑 賽馬是很純潔 和很玉潔 兵清 練馬師 騎師 那方面 各個都手身如玉 以及潔身 治愛 至於 關乎 有沒有鬼的情況 科學都鑑定不到 我們這些 只不過是用迷信 一句說完 波建市 其實今天 第一宗案件已經審完 其實有時候 審完 其實牽涉到馬 大家想心一塵 波建市 移春輝煌 丁冠豪 莫雷拉 贏馬 美麗高飛 篩出來 被他穿上 波建市 後來丁冠豪 又爆了一隻 君達星 真是夠激 對了 講到這隻 美活人生 自從那件事 即是今天審這件事 來到波建市 就要認罪 現在宣判 今天 波建市 臨去行刑 九頭閘之前 有位馬迷在我那裏留言 應該拿個鼠頭閘出來 即是那些捉老鼠 落那些黑色的膠 用來捉老鼠那裏 一夾一夾下去 那些這麼小個 鼠頭閘 今天波建市 竟然 在我們馬會大之夜 審理之前 竟然說自己要遲到 不知道有失車的情況 是遲了15分鐘到場 波建市 你真是不耐用 那麼多 那麼多 被人 抽稱著你 那麼多馬匹 但是女女 在陣上被人警告 兩邊 仇這弄送 依然都是死性不改 再加上大支夜 要審理 你還要遲15分鐘 到場 美活人生 這件事 就審了 波建市 也承認了 他自己犯了天條 有些朋友說 哎呀 那隻馬第一次跑千八 騎士都不知道報速 騎士就不知道報速 馬會就不會抽稱 馬會抽稱 可以的 波建市自己也承認 就是他自己也說他自己不對 至於之前有些什麼評論 關乎 怎樣為他們開脫那些 不知道有些什麼去說 至於波建市 最終 因為這宗美活人生 罰了九日停賽 九日停賽 24日才開始執行 還有很多日上陣 不需要買機票回巴西住 一路去到下個月的27日 就可以恢復在香港拆旗 最快在7月1日 我們香港的大日子 7月1日波建市 就可以在沙田上陣 不過 今天只不過是審了上半場 為什麼會這樣說 這文 但是大家都記得 美活人生 弄了一件這麼結合的事件之後 昨天那隻紅衣震撼 就能夠順利跑回來了 其實那天 何宅堯的紅衣震撼 也是有被人問話 其實波建市的心有沒有不居? 我旁邊那隻紅衣震撼 問兩問就算數了 我現在就吃完整場馬的死貓 罰九日 其實那天 一個騎士的九日 但是那一場 整場慢步速 落重飛 那些 啡格 六格 巨額得手 究竟一個騎士的九日 和當日那場賽事 即是美活人生跑第二 是幸運精選 慢步速 落飛 贏馬 串條二重彩 挑過彩池 全部吃光落肚 只有波建市 罰九日 究竟成不成正比呢? 各位馬迷自己去判斷 然後 美活人生跑完之後 接著發生了一宗 叫做 騎阿霍利時馬房的水戰龜 那天都很少有 一直都是獨賽後報告 很少專門剪一條片 和大家看一下 這隻水戰龜 當日是怎樣跑的 最後就和大家看看那條片 但是 我都覺得那天馬會 已經有些輕輕想放過波建市 你已經有件美活人生跟尾了 都不想罰得你這麼重 怎知道 說這麼快 沒多久 三天之後 就做了一宗文武先鋒的東西 文武先鋒 就是這個套餐裡面的 其中一個甜品來的 美活人生主菜 這隻 繼著阿霍利時 有隻水戰龜 奶原野之後 仍然都比波建市 這隻文武先鋒 這隻文武先鋒 解話又是一大堆的 跟著 今天審完美活人生 跟尾還有這隻文武先鋒 會繼續開審 暫時 part A 就波建市 美活人生 罰了九天 他自己已經認罪了 馬會也公佈了 那時候的段速是多少 你現在這場的段速是多少 那時候第二段又多少 第三段又多少 馬會也公佈了這些 其實一早已經聞到焦味了 看看下半場 這隻又是霍利時的文武先鋒 又怎樣審 那隻文武先鋒 其實一直都不拉出去外面 拿位在裡面 左膝右膝 也有同一隻 那隻叫做今日會上陣 那隻叫做 魅力漢子 有個異曲同工的寺廟 都是說他有位就不拿了 然後霍利時給個口供 波建市就說 其實霍利時就是叫我十幾檔 把文武先鋒 黏著欄 然後就沒有拆騎指示了 究竟一個練馬師的拆騎指示 只是叫他黏著欄 然後就沒事了 那麽後面怎麼騎 這隻文武先鋒 當日他就不兜出去 簡略地說 就是不兜出去 那麽霍利時就說 滿意他一路 咳進去那個走勢 不過入到直路 霍利時說 如果他肯拆出來 再在外面衝 就會更好的 不過呢 波建市就沒有這樣做 那麽看看今天 這隻文武先鋒 下半場又會審成怎樣 其實當日那隻水箭龜 就不斷在最後 沒斷湧上來 波建市被人問話 那場馬利文也有些話想說 當日的水箭龜跑第三 跑第一那隻就叫雷露省 又是莫雷拉 這麼巧的 剛才阿利文也把那些人士 或鬼腳圖都說出來 跑第二那隻是什麼馬來的 跑第二就是田丹安的加州十大 又是田丹安哥哥 大家沒有聽錯 至於波建市騎的水箭龜 跑第三 至於這隻水箭龜 當日 為何被人問話呢 最主要就是 關乎這隻水箭龜 開頭其實是快過那隻加州十大 但是呢 他沒有斷在籃子 一直給了很多空位 給了很多時間 那隻加州十大 在內蘭湧上去 貼著這條籃子 所以水箭龜就落後了那隻加州十大 然後水箭龜就說 我又不覺得那隻 跟著那隻 那隻 加州十大 因為呢 開頭跟著那隻 叫做 崩分遊戲的馬 被加州十大 埋了欄 他又跟著 崩分遊戲 波建市 又是羅庫泉 那隻叫崩分遊戲 剛才挖腳 那些人士 這隻崩分遊戲 他本來是 給了一個位 加州十大 就跟著那隻崩分遊戲 但是他就說 我覺得 加州十大 已經在內 推進了 為什麼要推進 這裡才是問題 為什麼加州十大 有個位 你有沒有解釋過 沒有 他是跟著那隻 崩分遊戲 就是羅庫泉 他又說 跟著崩分遊戲 我又見到 加州十大在內 推進了 那我就覺得 跟崩分遊戲 都沒有什麼好處 不如跟回加州十大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一早 封了加州十大 那個位 不要讓加州十大 那麼多位 那麼多時間 在內 加州十大 怎麼會輪到 你去跟著他 應該是加州十大 跟著你 這裡才是重點 那你叫了出去 跟崩分遊戲 接著 加州十大 湧上來了 接著你又說 我跟崩分進棋 就沒有好處 不如跟回加州十大 跟著你移回加州十大 後面 跟跟跟跟 完 扔到彎差不多 那竟然 波建市 本來跟著加州十大 有理由 有好處 跟著他上 他又兜回去 那隻崩分遊戲 一直移出去 又跟著那隻崩分遊戲 衝上來 其實 講完一堆東西 其實根本 前言不對後語 問題就來了 我不想解釋太多 太長了 這條片 如果你一出閘 你明明快過那隻加州十大 為什麼你給點時間 加州十大在來蘭 有這麼多空位 這麼多時間 湧上去 你這麼被動 跟著這隻加州十大 好了 你打算跟著這隻加州十大的 你一路跟著這隻加州十大 那就行 其實你不給那個位 其實可能是加州十大跟著你的 那你跟著又移了去崩分進棋的外面 加州十大進來 加州十大進來之後 你就在崩分遊戲那裡 又移回去加州十大 又說想跟著加州十大上 本來你根本就未必加州十大 有個位 比你快 你給了他上來 跟著你現在又跟著加州十大 加州十大跟著你的時候 去到轉彎 你又放棄加州十大 跟著加州十大 又移回去崩分遊戲 在外面這樣繞上來 沒段大家都在目 記得怎麼騎 看到波建市的手勢 各樣東西 那隻水箭龜的充勢 牽涉到剛才我們跟大家說的 又是莫雷拉的路路繩 加州十大的田泰安 和霍利時的水箭龜 至於剛才雷文說過那些 滑鬼腳的故事 信不信就由大家自己決定 一會兒看看波仔 又關乎文武先鋒 的審訊又是怎樣 那樣咯 那樣咯 按摩 再按摩 按摩